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没跟小白说吧 多久能完全恢复 现在可以变成人形了 便给我看看 好像能理解 那你打算明天去出发 不再休息几天吗 好 那去和小白告别吧 今天早上 摩托航空的催更号 在龙游室坠毁 机上乘客 全部出现在事故附近的各个楼顶 这种不可思议现象的原因 还在调查中 我们来听听幸存者怎么说 我不管那是什么 从此以后 我相信神的存在 感谢他搭救我 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 妖精上新闻的频率 大概一年会有十几次吧 这么多 非常少了 隐居的妖精有很多 而在人类世界中生存的妖精 也是要隐藏妖精身份的 所以除了这种很难掩饰的 大部分都不会被人发现 你怎么会知道会馆的规矩 这样啊 那妖精都是偷偷地生活吗 并不是哦 利用自己的能力 在人类世界混得风生水起的 有很多 而且还有很多成了名人巨父 妖精论团的水区 怎么了 М Avec Happy Happy Family es es 我是 我 是 mes 我 软做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笑 看一笑 嗯 喂 吃饭了没 我们比谁惊愉快 来 来看 怎么空了 从哪儿逃了 站住 站住 猫妖 小子 你是哪儿的 为什么 喵 好 我给你个面子 毕竟也很难得碰到一次同类 不过 小家伙 你为什么要救这样一个人呢 妖精 人类 动物 你觉得你是哪一边的 你知道会馆吗 喵 喵 我有会馆的特别许可 所以 我是合法不利 喵 但我也没兴趣 因为这样和你作对 我逼着你就是了 后会有期了 小猫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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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小黑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晒太阳吗 来陪我晒衣服吧 我晒太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